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当您在某一方面退休的时候,就是您在另一方面发展的时候。 马尔兹,人老了,退休后,离开了工作岗位后,要开始另外一种生活。 对于退休老人来说,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老年后的生活质量水平。 退休老人最高明的活法,疏远两人,少管三世,扶起满堂。 疏远这两人,是为了保全自己。 灵妖,疏远自私自利的白眼狼。 人性里面有一种恶就是,你帮助了他,他却不会懂得知恩图报,反过来还会咬你一口。 俗称,白眼狼。 退休后,哪怕我们再有钱,也要疏远这些白眼狼的亲戚朋友,因为不管你对他们有多好,也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跟这样的人,一定不要对他们太好了。 第一次被坑了,看透了对方的人品,就要跟这样的人保持距离了。 02.疏远借钱不还的亲戚。 有些亲戚,自己好吃懒做,不去上班赚钱,就打着亲情的名义,到处跟人借钱。 你看在亲戚的份上,把钱借给他了,但是要钱回来就难了。 他们会觉得借到钱是他们的本事,占了别人的便宜,还沾沾自喜。 对于这种没有诚信的亲戚,我们看透了,就要跟他们离得远远的。 我们一辈子辛辛苦苦存点钱,也不容易,不能被这些所谓的亲戚坑没了。 少管这三连事,保持耳根清静。 01.少管身边的烂人烂事。 退休后,要学会逐渐淡出以前的交际圈。 如果有前同事跟你讲某某人的八卦,你听听就好,不要随意去评论,也不要去插手一些跟你无关紧要的纠纷。 我们已经退休了,就要远离职场,职场是利益纷争的场所,只会惹来麻烦。 一些烂人烂事,哪怕我们听到了,也不要去管,睁一眼,闭一只眼就好。 02.少管亲戚邻居的家里丑事。 退休后,个人休闲时间比较充足了,难免会经常跟亲戚,邻居聊聊天喝喝茶。 如果有人跟你讲其他人家里的丑事,我们知道了,也不要去宣扬出去,就当作没听到,不要好奇,要知道好奇害死猫。 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家里的丑事,在外面被人议论纷纷。 我们管好自己家里的事就行了,不要去议论他人家里的丑事,只会给我们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03.少管子女的闲事。 老祖宗有句古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 子女长大成家了,有了自己家庭,作为父母,不可以管太多子女的闲事了。 长辈管太多闲事,实际上,子女并不会觉得你在为他们好,而是觉得你有掌控欲,甚至会更加厌恶你。 所以,退休后就管好我们自己就行。 子女的闲事哨馆,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丰富有乐趣了,才是最重要的。 总结语,总而言之,对于一个退休老人来说,如果能做到以上这几点,可以确保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平顺、安稳、少点无谓的纷争,保持生活的清静,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人常说财不外露,这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道理,对于步入老年生活的人来说更加重要。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手上拥有财富已经很丰厚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年纪其实更加危险,对于自己的财富情况一定要管得住自己的嘴。 这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的。 一、很容易激发矛盾和依赖。 人这一辈子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事情,一是爱情,二是地位,三就是金钱了。 人天生对钱就有无法描述的向往,毕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都要花钱, 不管是我们每天睁开眼,打开灯,还是要出国旅游等等。 总之,想要过得好,首先就得有钱。 我们既然知道,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就更不要把自己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就算是子女也不行。 如果我们是有钱的,子女们有的可能就不愿意打拼了,反而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我们的钱财身上,这反而增加了子女身上的贪念。 而另一方面,子女认为反正父母会给自己兜底,于是就肆无忌惮,难道我们要把我们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全部用到这些吸血鬼的身上去吗? 况且,如果我们把钱给了他们,相当于把自己晚年的主动权也给了他们,靠人不如靠己,还是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比较好。 有的时候,我们不给子女钱财,他们还会记恨我们,甚至做出一些不孝顺的事情来,这又是何必呢? 所以不要将得得自己的经济情况全部告知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很容易招来祸端,现在关于老年人被诈骗的消息,简直是一抓一大把。 很多老年人自己有点子钱,就忍不住喜欢在外面嘚瑟,而这种人是最容易被骗子盯上的。 这些骗子借着保健品,又或者是以各种理财产品作为噱头,骗老年人投资,但最后情况基本上都是亏得血本无归。 与其把钱全部都被骗子拿走,还不如别向外面透露自己的钱财情况,让自己过一个舒心的晚年生活。 虽然人到了老年时期,钱财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但与人相处之时还是会因为所拥有的财富不一样,导致产生极度心,而极度心就是产生祸端的开始。 我们在与朋友相处之时,不要刻意告诉他们家里有多少钱,因为我们不知道朋友与我们相处之时怀孕是怎样的心态,也不知道他们的想法会不会改变。 所以,不要轻易将自己的情况告知,避免因为其他人心里的不平衡,而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来。 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当然是要花在最有用的地方上面。 我们既不要拿去帮扶子女,也不要轻轻松松就落入了骗子的手中。 与人相处有很多种方式,也有很多个话题可以聊,不一定非要聊我们自己手里有多少钱,有时候不告诉别人自己的财富,反而是维持和保护关系的一种方式。 而对子女来说,这也是一种爱的体现。 子女成人之后,为什么不体谅你? 从你对她做这两件事开始,就错了。 有些父母在年轻的时候,对孩子对家庭任劳任怨,愿意为孩子们付出自己的所有,即便孩子成家立业之后,还在为孩子贴补家用。 就当所有人都觉得这样的父母太伟大了,应该得到孩子们的感恩的时候,可孩子们却和父母越来越疏远,甚至根本不关心父母。 此时的父母难免心痛万分,常常在外面抱怨,可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孩子们也是有难言之隐的。 孩子们长大之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实,从你对他们做这两件事情开始就错了。 对孩子毫无底线,有些家长一旦生养了孩子之后,就完全忘记了为自己着想,反而成为了孩子们的附属品。 平时就给孩子们洗衣做饭,替他们料理一切,当孩子们闯下祸事,又为孩子们尽心尽力地擦屁股。 不管什么时候,都毫无底线地为孩子付出,这样的关系显然是不正常的。 长时间享受惯了父母服务的孩子们,从一开始就认定了父母就应该为自己付出,因此他们时常对父母大呼小叫,甚至欺凌父母。 如果这个时候的父母还不反抗,那么注定总是要被孩子压一头。 其实,所有孩子在小时候都只是一张白纸。 他们也很会看父母的脸色形式,因此父母的态度就决定了他们的态度。 任何一个不断向父母所求的孩子,都是因为觉得父母会满足他们。 父母一定要保留住自我,别让孩子从心底里觉得可以压你一头。 如果不好好规范孩子的行为,那么注定会管束不了孩子。 因此在最开始就要向孩子们灌输正确的三观,让孩子意识到与父母之间是需要相互尊重的。 过分干涉孩子自由,有些家长会在孩子小的时候,不允许孩子参与自己有兴趣的活动,到了长大的时候,又会干涉他们的恋爱结婚,甚至还有工作。 虽然在父母眼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孩子好,希望能给孩子规划好一切,可孩子们也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 正是因为这样才让孩子们会与父母产生矛盾。 有些父母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自己也可以操控孩子的一切,但实际上孩子们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样过分的管束,不仅不会让孩子们感受到父母的爱,甚至还会让他们觉得窒息。 多和孩子们聊聊,听听他们的想法,尊重他们的意愿。 毕竟这个时代一直在变,我们不能拿老思想矿注现代社会的孩子们。 我们不仅要让孩子们明白,父母付出的爱不是没有成本的。 但也不要过分地禁锢孩子。 想要培养出优秀的孩子,首先我们要成为出色父母。 想要让孩子们在长大的时候尊敬我们,感激我们,那我们从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就要注意平等地对待他们。 做到这两点,孩子们定然不会差。